在每个感受上面 你都知道是什么 每个感受就是众生 然后你就慢慢如是 深入如是道理 也是理正如是道理 理就是一直不断的在修正理 就是理是脉络下 也是整理 整顿下 但是整顿脉络都要跟什么 自己的道理中 本来面目要相应 所以你在任何众生 任何感受现前 你要立你之间在道理之中 立你之道 那决心之中的面貌 决心在现前中的作用 所以你下手时一定是什么 六极里面的理极 刚开始的理极佛 你先开始念理极 极是什么 极佛 为什么叫极佛 极就是命运之间不能违背 根本道理 根本决心中的面目 叫理极 因为你都能够在一切众生起处 你都知道那个心中的道理 所以将来就在每一个众生的感受之中 虽然他陷进种种名相 陷进种种字相 再会有黑中的名跟字 再会有白中的名跟字 他为什么能彰显种种差别 类似我刚刚跟你讲的 连攀元 攀元这个名字都在 名字都在 都在你眼前 攀元的动作都在你心中 有那么大的势力 但随他在你心中 献出的一切名字 刚刚礼仪若是纯熟实 你将来在他能够沉显的一切 差别也感 名字当前 你也知道他为什么能显如是名字 吉佛 你说他决心又如此 他随缘处就叫攀元 随缘处就叫迷心 迷心现前如何 过去讲迷心现前 你注定要流传 现在讲迷心现前 那是行转开始 愿意把心思放下 回头去看见 心里过去夜感 妄动的 开始的担当了 迷心现前 因为你坐下来 看到都是迷心 你看不到迷心吗 你连说 我把迷心掐断 感觉不到 都叫做迷 举目望去 都叫做迷 那那迷心怎么断 迷心要怎么断 祖师已经告诉你 把腰中绑上了腰石 到这个冲米房去冲米去 对房冲米去 迷心那个米 让人去冲米去 那年去冲 所以那个时候叫明字吉佛 明字吉佛处 将来在任何感受见前 冲中能够入一切感受 感受一切能够行一切决 再决不明白 什么叫理 什么叫名字 明白 理跟名字现前 其实都是决 观行吉佛 那就是观行现前了 你观心中纯属 观行吉佛 观行吉佛处 念念之间彼此相似 似着凤也 成凤的凤 供凤的凤 彼此相逢 相似 在感受就是决 在决就是感受 所以念念之间 念念相似 决心大明 就有个决心向前了 你知道决心大明 但是这个决心叫相似决 因为他是明白一切相似 他也是一个决心相似 其实决心根本不必立决 可你最初已经知道是决了 所以那个决是相似 那个决子叫相似 叫相似决 相似决又用在哪里 相似就用在一切法中能相似 所以在诚即决 在决相似决 相似互相奉 就那个决 所以这个决中 在成熟时 纷阵 他能在决中 又处处能立决 叫回入缩脱 哪个叫下决 根本不必 不必再有个相似的决立在那里 打破一切 所谓的相似 他能够处处纷阵 所以再有上类似于最后那一句 见山是山 见水是水 回头都是决 过去见山是山 见水是水 那是忘决 现在的见山是山 见水是水 现在的见黑是黑 见白是白 那是道将 那是分镇 从里到分镇 如是圆明 念念大明 就是究竟极佛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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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